昨天美国媒体的报道 特朗普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制定向中国索赔的计划 如果中国不答应美国的索赔 特朗普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制裁 加征关税等措施 然而这是特朗普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对手 发动了一次错误的战争 美国不会赢 注定会输得很惨 因为这次是中国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 在之前的白宫记者发布会上 特朗普已经发布了类似的消息 结果听到特朗普又想对中国加征关税后 美国股市立刻大跌 将本周的涨幅全部抹去 特朗普辛辛苦苦一整天 装眼又回到解放前 美国道权师指数大跌2.10% 标普500指数大跌2.8% 纳斯克指数大跌3.2% 可以说特朗普开了一炮 结果美国股市先倒下了 但这只是开始 可以说特朗普原本是想甩锅给中国 不断地污蔑抹黑中国 冠图将自己防治新冠肺炎不利的责任摔给中国 并想通过这种流氓手法讹诈中国 但是美国股市很害怕 因为特朗普如果发动关税大涨 必然会引发中国的对等报复 而这个时候的美国经济 美国股市更加脆弱 自然经不起特朗普这样的 将会成为全世界讨伐的对象 其实下半年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是恢复经济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 被新冠肺炎折磨的断牙式下跌 一旦新冠肺炎好转 更多国家耽误之急 就是恢复经济 这个时候 特朗普不但不考虑恢复经济 反而一领为赫 必然会阻碍全球经济的恢复 这样一来 特朗普和美国又将会重盘清理 尤其是美国自己 已经承受不了一场经济战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股市已经暴跌到垄断市值 创下了实无前例的历史 特朗普认内 美国股市垄断四次 这是最大的丑闻 特朗普必然会因此而记录美国历史 只不过是一副棺材的事情记录 新冠肺炎已经重创了美国经济 美国股市 一季度美国经济负增长 步入了衰退 高盛预测 美国二季度GDP将更加萎缩30% 可以说 现在的美国经济是遍地蓝眼 随时爆发更加严重的危机 一次新冠肺炎 已经让美国股市轮断了五次 如果特朗普这个时候 再来发动经济战 两者叠加 越来越会引发美国经济 更加严重的衰退 会引发美国股市 更加严重的大动荡 这些都是特朗普无力承受的 新冠肺炎已经导致了 美国112万人感染 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新冠病毒才是特朗普 和美国最大的敌人 特朗普不选择和新冠病毒开战 却选择了向其他国家甩锅 和加征关税 只有脑子进水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华尔街首先 对特朗普的这种倒行逆施 表示了反对 美国股市立刻出现了大跌 华尔街的媒体表示 当前金融市场 正在和新冠肺炎奋力搏斗 这个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 和中国重启关税战 这回来之前的救市成果全部毁灭 要知道 因为特朗普防治新冠肺炎不利 美国股市适次垄断道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已经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救市 但这种救市 已经让美国财政运入高荒 虽然美国股市已经起稳 但这种起稳是非常脆弱的 随时有可能坍塌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花了九六二虎之力救市 花了巨大的代价救市 现在特朗普又开始重启加征关税 这不是在添乱吗 美国股市能够经受得了 其他国家的对等报复吗 很显然 一旦特朗普重启加征关税 中国一定会做出对等的报复 会立刻引发美国股市的暴跌 将之前美国救市的成果化为乌有 如果特朗普对欧洲加征关税 欧洲也同样会做出对等报复 无论如何 没有哪个国家会坐以待比 CNN的经济学家更是对特朗普炮轰 说特朗普这个时候发动关税战 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行为 只要稍微有点常识就应该明白 现在应该治疚 而不是像傻子一样跳进火堆至少 如果特朗普发动一场关税战 其他国家开始报复 美国能够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 防治新冠肺炎的物品吗 口罩 呼吸机 药品等等 那是不可能的 还是要向中国进口 如果中国不出口 美国看一不知 美国的新冠肺炎将会更加势无忌惮 现在美国经济比中国更加脆弱 现在美国比中国更需要进口对方的物质 在新冠病毒还没有消灭之前 特朗普发动一场经济战 就是在飞蛾扑火 结局会非常惨烈 不要忘记历史 美国1929年步入经济衰退 但是在1930年竟然发动了关税战 结果导致了美国经济步入大萧条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选择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美国经济因为新冠肺炎 已经进入了衰退 如果这个时候 特朗普再发动关税战 那么很可能像1929年一样 美国进入大萧条 历史的严重教训 特朗普却想再尝试一次 大象一旦倒下 就乍也难以爬起来 美利坚帝国 一旦荒乱倒下 将万劫不复 评价中美关系 人者见能 智者见智 有人说想夫妻 中国挣钱 美国花钱 有人说是竞争伙伴关系 还有人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今天更多的中国人认为 美国是中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无论曾经是什么关系 2020年中美分手 已经成为了避难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 致力发展经济 可是没钱没技术 没生意 只有土地和人多 美国经过两次大战 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有钱 有技术 有市场 那个时期 美国制造业也特别发达 美国社会的精英 觉得制造业 污染环境 效率低下 而且美国工人工资昂贵 还有工会组织 处处维护 动不动就罢工 要求涨工资 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 美国工会的厉害 连福特汽车这样的大企业 都被工会搞破产了 福耀玻璃也差点栽倒在工会手中 这些精英计划 把又苦又耽误时间 还有环境污染的高工资的制造业迁出 美国则专心的发展 最占金融科技和服务业 于是有了一个全球一体化 核心就是美国做老大 交易用美金 美国负责科技各国一起打开市场 全球一体化概念中 有一个机构叫世界贸易组织 加入了这个组织 就可以大家一起做生意了 不强买强卖自由交易 刚改革开发没钱 没技术没生意的中国 激励地想加入这个组织 多劳多得 历史冷战原因和体制不同的顾忌 美国不敢轻易地答应让中国加入 于是提出了各种苛刻条件 中国意志坚定申请了15年 答应了各种条件 终于成功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如鱼得水 别的国家是一个个企业单独作长 中国是举国之力 政府国企师企一起上 别的国家企业和中国相比 就如同路边几个人的工程队 和国家级上万人的正规建筑企业竞争 中国的举国体制 土地和人工成本优势 迅速地淘汰了其他成员国 也包括美国的工厂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几乎当老大近百年的美国 当然不会答应 2016年 川普当选总统和中国开始了贸易战 贸易战不仅是针对贸易逆差 还针对了知识产权保护 和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开放 消除贸易逆差是现实利益 知识产权和金融市场是未来利益保障 贸易战不是简单地解决贸易冲突 是维系美国一手建造全球一体化体系的 原有格局和秩序不变 2020年1月全球爆发的疫情 烂本来已经停战的中美关系纷云突变 只有利益之争的中美关系 开始掺杂了大量的非经济因素 单纯的经济冲突 开始向着全面冲突转化 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疫情烂双方从政府到民众都失去了信任 希望中美现在能够和平地分手 未来能够和平地相处 不需要大骂美国霸权 美元霸权 每个国家都有当霸主的梦想 那么中国做好了和美国争霸的准备了吗 感谢观看